你 谢四孝 怎么了 有事吗 我想找你谈谈 谈吧 我想跟你谈谈 龙丹丹 我也不知道她叫不叫龙丹丹 但是她告诉我她叫龙丹丹 我想跟你谈谈她的事 你谈吧 我听着 我必须跟你说实话 你说 我向你承认 那个钻戟 不是打算送给你的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我一开始想娶的人 确实不是你 对不起啊 我必须跟你说实话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啊 我还没说完呢 我不想听 你也疼着 你还没想到 你也这么纠结啊 我怎么办啊 我只能成全她们 毕竟是我不对 她真的很爱她 我只能成全她们 我只能成全她们 毕竟是我不对 你就这么不相信你自己 再说了 你要相信零七啊 她不是那样的人 看她的眼神就明白了 她还在爱着她 可能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不幸当时 命运的是身处险境 是个正常人都会牵挂的 哥还真的还爱着她 我感觉得到 爱着 爱过 我想零零七应该分得清楚 海豚 我不是在吃醋 我是 毕竟她也是科学人 我在想 如果零零七真的跟她 可能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时劝我却那么明白 怎么轮到自己就糊涂了 你不是说过吗 感情不是让来的 是争取来的 你忘了 我 这是当局正名旁观者情 你现在应该好好去找她谈谈 她刚才找过我 可是我不想跟她的 我已经把戒指还给她了 为什么 她开始想娶的那个人不是我 你说 真是个傻丫头 开始想娶 开始两个字你不会理解啊 你总不应该让她把话说完吗 不管怎么样 都要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都能再说吧 等等再说吧 也许 她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又要请假了 又要请假了 对 我总不能丢下她不管吗 她不归你管 我知道 我想去看看她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 对 一定是 Swan 是 有什么事 这边是 这边是 我 这边是 如果我 对 你 除了我自己去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知道她的情况 飞浪 我得去呀 好歹我得知道 她能不能好起来 她如果能好起来 我就放心了 她如果好不起来呢 我娶她了 什么意思 她如果好不起来 总得需要人照顾她吧 我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她是个英雄 总不能让英雄 我们供供伶仃吧 感情的事 尤其是涉及到婚姻和家庭 不能靠意识冲动 更不能靠 英雄主义的牺牲 那样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我考虑过了 我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牺牲 那我的学生怎么办 那我只能选择 那总不能把我批成两半吧 如果必须要对不起 一个人的话 那我只能选择 抵抗你更强的那个人 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劝你 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认为不要着急 不要冲动 再等一等 就算你想和他结婚 也要等他 身体恢复过来吧 话不要那么着急说出口 话在嘴里绕三圈 再说出来 要不然的话 可不好改 飞浪 你担心什么 我所经历的 我不希望你再经历 王星 我对你寄予厚望 虽然你身上有很多茅次 但是你具备了 一名优秀特战指挥员的潜质 我不能当一辈的 霹雳火突击队长 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段时间我还要带队伍 你要抓紧这段时间 迅速成长进来 你要走吗 怎么 难道我就不能升职了吗 我从没想过 霹雳火没有你的时候 霹雳火不是我一个人的霹雳火 霹雳火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霹雳火 我已经接到上级命令了 我已经接到上级命令了 让我去国防大街学习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那你是要高升了 目前这种情况 我懂得了吗 可是 可是这场子我也撑不起来啊 我自己几尽几两 我还不知道 迅速成长起来吧 我一直在等你 成长起来的那一天 我一直在等你成长起来的那一天 所以你应该知道 我不希望你的个人感情生活 太过复杂 这篇天空 还等着你去升起来 我怕我不行 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在我印象中的你 不是这么懦弱 这不是懦弱的问题 我给你时间和空间 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怕我 我怕我 我怕我不行 我们突击队员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不行这两个字 是 我给你指甲 要自己处理好 我尽量吧 我相信 我相信你 你得智商和轻承 不要吵架 是 去吧 我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